到非洲投资半场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 这就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命题 中国人如何到非洲当厂长 我一直想找一个有经验的中国人 聊一聊这个问题 在肯尼亚我找到了这个人 他叫王刚 安徽抚扬人 2003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 2006年加盟科达制造 2013年3月并派到非洲 先后在尼日利亚 肯尼亚 加纳 坦桑尼亚 塞内加尔等五个国家工作 是一个非洲投 现任科达肯尼亚工厂厂长 每天上午九点 王刚会在他的办公室主持召开一个找会 安排一天的工作 然后去各个部门巡查 这是一个拥有上千号员工的大企业 百分之九十是当地的黑人 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 宗教信仰不同 要带好这支队伍 挑战当然很大 这个和王刚交谈的印度人叫维纳亦 印度陶瓷学院MBA毕业 管理黑人员工很有机悦 2018年他到柯达印评的时候 还有一个故事 微小的文化差异 做这一点小误件 我们就问他 就是一千八美金一个月 这个工资行不可以不可以 他就摇头 两千美金行不行 他还摇头 后来就是给他涨到两千二 就说来我就悟 一千八就可以了 摇头是野生 这个印度人现在主要是管什么呢 就是管成品仓 成品仓 成品仓我们就防止他偷盗 在非洲工作 王刚经历很多 2020年3月 当地补伐分子围攻科达肯尼亚工厂大门 警察前来处置的时候 他录下了这段珍贵的视频 2016年11月 就是我们投产 投产之后呢 我们要用 要拉本地原材料 从后门进入 但是本地有地头石 有五六个 就是拦我们的车收费 一车的700品业链 但是到2020年初 他就要涨价 一车有700涨到4000 我们公司也无法接受 原来你说700我们就算了 但是如果4000太多了 供应上反应很剧烈 我们就要求他们 就不能再收了 就联合当地警察 对他们就形成 就是处置 处置 处置 待不来看 然后他们就 就煽动这下面的人 来到我们厂闹事 不让我们车辆进入厂 又拉不了货了 我们就联合中厂室 就是放弹 放烟雾弹 推地弹去除 从来就没有这件事 如何在非洲当好厂长 王刚有他的心得 第一点就是入乡随俗 在当地的这些 丰收习惯还是要尊重的 第二点是当地的宗教文化 信仰要尊重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 利用本地人 管理本地人 不要中国人直接 给黑人有冲突 冲突了 这个就是国际就飞 柯达肯尼亚工厂所在地 叫卡加多 直接和间接为当地 提供了四千多就业岗位 说起柯达 个个都知道 人人都感谢 在肯尼亚柯达工厂 我和王刚聊得很久 也聊得很透 我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在输出产能的同时 也将输出 王刚这样的厂长 请不吝点赞订阅